北京冬奥会明晚就要开幕了 世界期待中国 中国做好了准备 我宣布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世界的想法最让人讨厌的大国领导人评选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同志 以十一战连胜的傲人成绩成功未免 勇夺冠军 习近平同志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在比赛中他不畏抢手敢打敢拼 不但打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 还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开倒车精神 中共党中央发来贺电代表全体中共人民 对习近平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同志身披保甲防弹衣 手持人民币撒相 习近平同志身披保甲胜衣 脚踏七彩祥云 写夫人彭妈妈入场 向观众挥手致意 Xi Jinping has many enemies nobody can oppose him in public because he controls all the levers of power This is a very surveilled country We can operate as reporters in the closed loop without restrictions but the restrictions inherent in the closed loop prevent us from doing the kind of reporting that someone who i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here would do year-round Essentially, you're submitting yourself to such total surveillance that there's almost freedom in that There's cameras absolutely everywhere but you're not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wondering if you're being tailed because you're speaking to a Chinese dissident Okay, they have this machine here that like, just knows who you are Look, it pulls up your picture right here You wear a hat, you wear the mask, everything it still knows it's you All right, let's see if we can trick the machine Oh, it's going to be! Oh, no! How does it know? Xi Jinping has done his best to dismantle Jiang Xiaoping's achievements What's to see? Yeah Let's go ahead, brother Hey, shut up a minute Yeah, we've already here In a minute, she makes it all very dark Xi Jinping introduced his own China dream that can be summed up in two words Total control That has had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he Beijing Summer Olympics of 2008 was a resilient success 把中国专业专业在世界上 让它们能够成功能够成为世界上的游戏 非常浪漫的 不浪漫的 它是一位最好的地区 我从来看到 现在我明白 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地区的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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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公共疫政策的政策 它是一个大型的平台 很 modern 很刺激的一种 超高 我们有自动的自动 在这里没有轻软 这些软件的软件 会走到在林区域 我感觉没有任何国 是比较为了处决 而在在背景中 的冬奥比赛 冬奥比赛 美好的城堅 例行核酸检测 虽然不是特别有趣 但是很高兴做这些检测 因为这让我们的冬奥村 在比赛期间更有安全感 每次 他如此不可思议的检柱时 我都被他惊严到说不出话 快看看他的教材 我无法描述我的感受 差点哭出来 餐厅盘子从空中降落 百分之百做到了无接触 这些自动化系统真的让人震惊 中间都是纸板床 这里的床是自然的 甚至还有零重力模式 让我惊讶到直呼梦幻 北京冬奥会给运动员们准备的好礼拜 外国有人频频近呼 是一个柏 前边本只想念 看一眼 是这种 可以使用無料 而且昨天介紹過的食堂 其他也 作為コロナ創作 更多這些東西 i love you 無料で乗れる 日本の新幹線と同じ 一人60km以上速い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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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trying to deal the pain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自從我說我是我們村裡最帥的人 我們村子裡天天為這個事吵來吵去特別的亂 於是我就為了我們村裡的和平與復興 成立了一個黨叫我最帥黨 把那些整天在村裡說我不帥的人 通通的關進了我家的地下室 順便在村裡立下了規矩 禁止村民們再使用醜這個字 從那以後村子裡一片祥和 再也沒有關於我帥不帥的爭論了 但凡是那些整天嚼舌根說我不帥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要試圖毀掉咱們村的風水 危害我們整個村的安全 通過我上述幾年的努力 我們村裡再也不亂了 大家漸漸的都覺得我是這個村裡最帥的人 我為此感到很欣慰 不過還總是有一些讓我煩惱的事情 村外面的世界總有人造謠說我不帥 他們這群人說好聽點是太自由 看看他們的村特別亂 就是因為沒有我的這個我最帥黨的領導 那些個村子像是一群沒有叫化的野蠻人 我們村裡的青年們都特別的瞧不起他們 說他們是一群沒有見過世面的井底之蛙 大家也都知道 外面那些特別亂的村總是誤解我們村 於是我就決定宴請他們 讓他們長長見識知道我們的村 到底有多麼的美麗 我決定牽走李四家拉莫的驢子 給客人們準備了一盤爆草驢蛇 客人們都為我的大手筆感到震驚 順便呢我還扒掉了張三家的茅草木 這樣呢客人在進村的時候就可以掃走一些彎路 我還把玩兒麻子他奶奶床上被褥裡的棉絮給掏出來 為客人精心製作成紅地毯 村裡的人都為我大方周到的代客之道而感到自豪 因為我這樣的大手筆是代表了我們整個村的面子 晚上村民們都扒著長根一邊啃著手裡的窩窩頭 一邊高興的看著我和客人們吃驢蛇 此時此刻村民們感到無比的驕傲 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